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南亚次大陆 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末 来自中亚的燕达人由西北方向冲击了极多王朝的统治 此后百余年间 这里大小政权林立混战不止 直至公元七世纪初 由戒日王施罗易多 也被翻译作和利沙伐旦那建立的戒日王朝 终于统一了北印度地区 公元631年 一名来自东方的僧人抵达天主 与戒日王相见 戒日王问道 我听闻中国有圣王初 做秦王破阵阅 请为我介绍 秦王是何人 于是 僧人向戒日王介绍了 结束乱世再造一统的大唐君王李世民 相似的经历 让戒日王对这位东方君主充满了好奇 他选及派遣使者前往长安 要与唐朝建立联系 由此开始 东亚与南亚次大陆上两个传奇王朝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而开启这篇故事的正是悉行天主求法的僧人 玄奘 在他之后则是本期视频的主角 王玄策 与声名远洋的大唐学霸玄奘相比 王玄策的知名度似乎小了很多 两唐书里也没有为他力转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出唐群星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 却完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一人灭一国的壮举 公元641年 唐贞冠15年 戒日王的使团来到长安 唐太宗命梁怀景前往天主持节抚慰 双方正式建立联系 两年后的贞冠17年 戒日王的第二批使团抵达 太宗命朝散大夫 魏魏四成 上护军礼一表为正式 前荣州黄水县县令王玄策为副使 护送戒日王的使者回国 这是王玄策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之上 当时从长安通往戒日王朝国都区域城 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沿着丝绸之路行进 由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抵达瓜州 随后经过伊州、西州、燕起、秋子、姑墨、石国、康国、米国、曹国、安国等地 在南出铁门关泛越大雪山一路南下抵达区域城 这也是当年玄奘西行驶的路线 第二条的前半段和第一条一样 只是出玉门关后 走南面的善善、且墨、于田、舒勒 向西泛越丛岭 后续的路途也基本与第一条重合 这条路则是当年玄奘从天竺归国的路线 第三条路线是从长安到河州 经过善州、青海、白兰腔、当米、苏皮到达拉萨 再继续向西南走小羊铜、吉隆到尼泊罗国 及今天的尼泊尔随后抵达区域城 其中南段由拉萨到尼泊罗国 大概在公元634年 尼泊罗尺尊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部时开通 而北段长安到拉萨的道路 大概开通于公元641年 唐朝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部时 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公元643年 李毅表、王玄策送戒日王使者回国走的是哪条路线 但多数学者都认为 李毅表、王玄策等人或许是第一批完整走通 从长安京拉萨抵达区域城 这条中印新路的唐朝使者 李毅表、王玄策一行共22人 花费了9个月时间 于公元643年12月抵达戒日王朝 他们在这里拜访佛教圣迹 感受当地的文化与风俗 公元645年正月 李毅表、王玄策等人来到王舍城登上了灵鳩山 相传这里曾是佛陀讲法和修行的地方 众人再次留下卑识明文 纪念这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行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菩提加耶的摩赫菩提寺 这里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 释迦摩尼曾在这里的菩提树下成就正觉 其他三处圣地分别是 佛陀诞生地兰坪尼园 第一次讲法的路演院 以及佛陀涅槃之地居师纳罗 李毅表等人在菩提树下塔的西面 令随行的典斯门令位才 撰写文字乐实立碑 最后他们又去了尼泊罗国的 阿齐婆米水火池 这里的池水常年沸腾 如果投进去物品 水面就会燃起大火 传说池中有一口宝贵 里面放着弥勒佛将士时要带的佛官 所以池水有火龙守护 至公元647年 唐贞冠21年 圆满完成外交任务的 李毅表 王玄策等人回到长安 随行的还有戒日王的使者 他们向太宗献上了火珠 玉金香和菩提树 李毅表向唐太宗秉奏了 这一路上的建文 其中 天主所产的石蜜 即这唐 当时在唐朝十分贵重 于是 太宗令王玄策为正使 讲师人为副使 一面送来到长安的西域各地使者回国 一面则再度前往天主 学取制作这唐的方法 大约在公元647年3月前后 回国还布满三个月的王玄策 第二次踏上了西行的路途 他们一行三十余人 经由丝绸之路南下天主 一路上 天主各国纷纷热情接待王玄策 向他献上朝贡大唐的礼品 然而 等王玄策来到目的地戒日王朝时 气氛却突然降至冰点 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戒日王 失落亦多去世 本就是各小国联盟的戒日王朝 瞬间大乱 大臣阿罗纳顺趁机自立 并一改侵唐策略 发兵攻打满载宝物的王玄策一行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王玄策从计三十余人 抵抗之箭矢结 尽数阵亡 王玄策与副使讲师人被俘 不过幸运的是 二人趁着夜里看守松懈之际 脱身逃出 他们一路向东不敢做任何停留 直直进入吐蕃边境 在这里 王玄策越想越气 作为一名外交使节 他绝不能就这样损兵折将 有损天朝尊严地回到长安 在片刻的沉思之后 王玄策以唐朝使者的身份 向吐蕃 尼婆罗等周边政权 发去书信 很快 吐蕃派出精锐一千两百人 尼婆罗调动七千骑兵 连同张求八国军队 齐聚在王玄策会下 王玄策率领着这支大唐外援军 重返天主 攻打阿罗纳顺所在的查伯和罗城 双方大战三日 外援军攻破城池 斩首三千级 敌军逆亡达一万多人 阿罗纳顺弃乘而逃 在周边收拢残兵 发起反扑 结果在被蒋诗人率领的军队击败 阿罗纳顺被俘 他的残部带着阿罗纳顺的妃子 王子一路溃逃 将世人率军追击 载祸大劫 俘获阿罗纳顺妃子 王子 及男女一万两千余人 煞时间 整个中天竺位置震动 望风而降的成意 多达五百八十余处 东天竺王施旧魔吻讯 送来牛马三万头 以及弓刀 宝英诺等靠上大军 加摩吕波国的童子王 在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时 就曾向正史礼仪表请求 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为范文 在本国传播 如今王玄策率军获胜 童子王再次向王玄策献上地图 并请求老子相 至此 王玄策不费唐军一兵一组 凭借着唐朝强大的外交影响力 完成了一人灭一国的外交壮举 同时 王玄策也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标 他随后来到摩赫菩提寺 请得治唐匠人两人 僧侣八人一同返回长安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唐贞冠二十二年十月 王玄策押送着阿罗纳顺 经由唐波古道抵达长安 太宗获知王玄策在天竺的壮举后 大为欣喜 命有私上告宗庙 并进封王玄策尾朝散大夫 随后 天竺的治唐法在粤州 及今天浙江省绍兴市 饰演成功 且制作出的这唐 口味更优于此前进口的实密 同时唐台宗也同意了 加摩吕波国 童子王所请 下令由玄奘和道士菜谎 承英二人 会同出学士 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 但在翻译葛红给《道德经》 写的续文时 众人产生了争议 玄奘认为 这篇续文的水平 不足以媲美《道德经》正文 若翻译出去 反倒会一笑大方 佛道双方就此争论不下 便只好找到当朝的宰相们 来做评断 中书令马周等人 在听完玄奘的表述后 纷纷表示赞同 于是《道德经》 只翻译了老子 五千字的正文部分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据后世史料记载 这部《范文版》的《道德经》 不知因何原因 最终还是没能传往天主 而回到王玄策 第二次初始本身 这次回来 王玄策还间接地 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他在归国时 曾带回了一名天主术士 纳尔索婆妹 自称已经两百岁 有长生之术 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唐太宗 便令这名术士 为自己炼制炎炎之药 数月后 术士炼药成功 进献给太宗 但太宗服用后 不仅没有效果 还在不久后去世 当时 有人追究术士的罪责 但大臣们认为 如果诛杀术士 便等于承认了 太宗死于天竺术士的长生药 如此会取效于荣敌藩榜 因此 术士纳尔索婆妹 仅是被朝廷驱逐回国 但到了公元657年 唐高宗显清二年时 纳尔索婆妹又回到了长安 迷信方式的王玄策 将她举荐给了唐高宗 还说 她真的能合成长生药 要是遣返回去了 实在可惜 待王玄策退下后 高宗引用秦始皇 汉武帝求先问药的典故说 如果真有不死之人 那怎么今天一个都没有见到呢 一旁的李济立刻赞同说 这个方式比贞冠22年来时 容颜已经变老 怎么可能有长生之术 陛下将她遣返 内外皆喜 后来 纳尔索婆妹 没能回到天竺 而是 客死在了长安 一年后的公元658年 王玄策奉高宗赐命 到尼婆罗国送佛加沙 由此便开启了 他第三次的天竺之行 关于这次出使 除了史料的记载外 还有一处重要的文物 可以印证 这便是1990年6月 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 发现的 大唐天竺史出名 现在名文残存有222个字 其中便提到 左校尉长使王玄策 他在这一年5月 经由唐波古道 抵达了小羊童之溪的 吉隆宗喀山口 随后进入尼婆罗国 在完成主线任务后 王玄策还来到了 佛教人物 维摩杰的故居 传说有一次 维摩杰假装生病 佛陀便派智慧第一的 文殊菩萨 前去与他辩论 当时 八千菩萨 五百声闻 还有千百天人 都想一同前去观摩 维摩杰便施展法术 把自己 仅有一丈见方的房间变空 容纳下了这上千人 佛教典故 文殊失利问及 便由此而来 王玄策来到这里 用手里的护板测量 正好拾户 一丈见方 从此便有了方丈 这个称呼 起初方丈 是指寺院里的正寝 后来成为 寺庙主侍者的代称 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王玄策访问婆素蛇国 一年后 又在菩提寺 受到僧侣们的热情接待 十一月开始返城 由于此时 唐朝和吐蕃的关系交捂 导致来时的唐波古道 被封闭 王玄策等人 只好向北 由丝绸之路返回长安 路上 他们在今天 阿富汗境内的寄宾国 又称加壁士国的 一处古寺内 带回了一片佛顶古 随后再经过 乌常国 秋辞等地 于公元六百六十一年 唐高宗龙朔元年 回到长安 两年后 因从王玄策口中获知 唐朝僧人玄照 在天竺小通经文 佛法身后 唐高宗便派王玄策 于公元六百六十三年 第四次出示天竺 追玄照归国 这次 王玄策走的是哪条路线 至今仍存在争议 总之在公元六百六十四年 王玄策非常顺利地 见到了玄照法师 并于同年九月启程 途经尼婆罗国 吐蕃返回唐朝 他们在翻过 吉隆宗喀山口后 王玄策命人 刻下了如今所见的 大唐天竺史出名 而就在这时 王玄策又收到了唐高宗的诏书 命他寻找能炼制长生药的术士 卢家亦多 于是 王玄策与玄照分离 玄照抵达拉萨后 受到文成公主的资助 回到长安 而王玄策于公元六百六十五年 返回唐朝 同年九月 王玄策在洛阳龙门石窟 开枯草像 并在窟中提克留下名字 两年后 同样受病痛折磨的唐高宗 放弃了当初不信长生药的想法 准备让卢家亦多 为自己炼制不死药 结果被东台侍郎豪储俊 以唐太宗故事及时劝止 在此之后 再见王玄策之名 且有明确时间记载的 可能只有甘肃永靖县 秉临寺 五十四号佛刊上的提克 大唐永龙二年 润七月八日 龙幼道巡查室 行殿中施玉使王玄 净造阿弥陀佛一区并二菩萨 然而 这封提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字 模糊不清 学者们仔细辨认 推测可能是测字 如果是 这将是王玄策最后一次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即公元六百八十一年 润七月八日 王玄策的一生是传奇的 他临危不论 完成了一人灭一国 这样鲜有人能出其右的壮举 但他的一生也是遗憾的 出去最后还存疑的 拢幼道巡查室 行殿中施玉使一职 在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范围里 王玄策终其一生 关节最高 也只是从无品下的 潮散大福 他将自己出使路上的所见所闻 撰写成 中天竺行迹一书 可在宋朝以后 中天竺行迹 连同以此为资料 官方编撰的西国志 一并失传 从此 王玄策的事迹便零散的 依附于史书 宗教著作 敦煌壁画 和龙门石窟的提课上 直至近代 随着国内外学者 对印度历史的研究 终于发现 并逐渐梳理出了 王玄策 较为完整的人生轨迹 让今天的我们 得以在一人灭一国的 单调印象外 更看到了一位有缺点 但更真实的 唐朝卓越的外交家 佛教徒 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 王玄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